英国的航空实施调查局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信息 我们使用了一些分析的技能 技巧 那么这些技巧是我们曾经没有用过的 尤其是在我们此次这一类的航空事故当中我们从来没用过 那么这样的分析的技巧和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更多的信息 根据我们新的分析成果 据称我们英国航空实施调查局得到一个结论 此次失联航班是按照南线的航路飞行的 它的最后的位置是在南部的印度洋 是在珀斯的西部 这是一个非常远的位置和距离 完全超出了我们所预想的任何可能的降落地点 因此我们非常深深的悲切 而且遗憾地告诉大家 根据这样的新的数据分析 MH370航班 在印度洋南部坠毁了 我们明天会举办相关的新闻发布会 会给大家提供更多的细节 同时我们想通知所有的在场的媒体和相关人员 我们一旦有尽早的机会 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分享这些信息 而且我们做出深深的承诺 而且给予我们深深的尊重和慰问 给所有的家属 我们一定会禁止做好我们所有继续的调查 马来西亚航空将会进一步地跟在城的家属 以及基础人员做好沟通 基础人员的家属做好沟通工作 在过去的几周以来 对他们来说真是非常私心欲裂的悲痛 我知道 对你们来说 这个痛苦依旧在持续当中 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媒体的朋友 我们现在刚刚看到的是 马来西亚总理纳迪布 在吉隆坡举行了一场紧急的 关于马航失联航班MH370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这个发布会上 他发布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也就是说刚才纳迪布提到 根据英国航空失事调查局的数据 那么这个航班是按南线飞行的 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航线的预期 那么他最后的失联的位置是在澳大利亚的 珀斯西南 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位置 也就是说现在澳大利亚方面和中国军机在搜索的那个海域是正确的一个位置 纳迪布刚才用到了一个词 他说坠毁了 但是具体的信息没有提供更多 因为呢 这场发布会 这场发布会 他只提供就是纳迪布 马来西亚总理纳迪布的一个声明 但是不接受记者的提问 我们演播室呢 也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宋小军先生 宋先生您看 他这个发布会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我觉得他基本排除了原来就是南北两条航级线的这个北部的这个航级线 当然虽然在这之前 北部航级线 我们比如说中国在境内已经完全排除了 说这个飞机MH370不可能进入 那么后来还有一些哈萨克斯坦啊什么的 但是没有说完整的进行情况的汇集来完全排除在南线 因为南在北线 因为北线是有大陆的 南线呢 完全是这个南印度洋 那么他说是由英国这家公司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国际海事卫星公司是委托 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委托英国的海事 英国的这个调查局 航空的实事调查局来做这项调查 那么现在通过他们的可能是复原了他的航级线 因为我们知道从 2点22分 从马方的军机雷达上消失的最后一个航级点 到8点11分的卫星的最后一次握手 这个之间有六小时 将近六小时的时间 那么这个小时 这个中间有六次握手 通过这些卫星的六次的握手 是不是一些数据分析能够还原这MH370的它本身的一个航级线 从航点把它串起来变成航级线 那么大概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卫星公司 英国的这个海 因为我们知道英国它有一百年的这个海事航空救援 这个叫英国航空失事调查局 对他们有一百年的救援的经验 因为海上航空救援最早开始就是英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们轰 他们的轰炸机去轰炸这个德国的这个齐柏林飞艇的这个所在的基地 然后回来这个飞机有可能打伤了或者油不够了 他们就在航级线上用潜艇来救这个飞机 也就是说这个机构发布的这个信息是非常权威 对就是他是国际海事卫星组织委托他来作为这个MS370的一个调查组的顾问 那么现在他把他的分析结果告诉了马来西亚政府 马来西亚政府总理来正式的把这个宣布出来 也就是说经过各方核实 他认为是飞的是南线 同时呢他已经坠毁了 大概是未知他也说了一下